小伙子 今天在这儿啊 你爸你妈没来 但是王哥有必要 有义务 代表他们对你说句话 你的生命是爸爸妈妈给的 你的身体每一部分 甚至每一个毫毛 每一根头发 都是属于爸爸妈妈的 那个别的东西都换不来 钱更买不来 所以你能好好的 健健康康的 那才是爹妈妈想要的 你说得对 王哥 是 谢谢 咱今天这样 尽管这些家伙事 你全带来了 但咱这个舞台 不要这种血淋淋的表演 你说呢 对 不但今天不要你这种 血淋淋的表演 我觉得从今往后 这些东西 伤害你身体的东西 再也不做了 谢谢爷爷 好吗 好 3号 好慢 你好 小伙子 我之前就是 上一个男朋友 应该分手都有三年左右了 他就是做你们这个演绎的 他也是二人转演员 跟的经历特别像 然后就是 他的主要特色演出 也是钢筋锁喉这一些 有的人说可能你也习惯了 作为他的女朋友 因为这就是他的演出 但是每当你只要 坐在台下的时候 或者知道他在这个时候 就眼泪真的说不自主地流 所以我想说 以后无论什么时候 比如说咱来找对象 就是哪怕说这个对象特别好 说你给我演一个节目 谁说人家就能跟你结婚 咱都不演这样的节目 真正喜欢你爱你的人 他绝对是忍受不了你 这样的事情 能发生在他自己眼前的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真的 谢谢您姐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整天 我一时都是自己打拼事业 有时候真的很累 现在工作忙 每天工作十个多小时 天天就吃着玩 天天吃外卖 我就这么吃外卖 我都吃一年了 真是 我真想说 回家吃一口热乎的饭菜 就是什么菜都没有 大米饭我都能吃两碗 所以我要找到姑娘 就是在我累了一天之后 回家能够我做口热乎饭吃 她要长足温柔 最后有点小可爱 我这个人性质 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女友 不要太磨叽 当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 你还在磨磨叽叽化妆 我会受不了的 8号 莫莉 我想说其实我特别喜欢做饭 对 然后我希望找个强势的 虽然我外表看起来这样 但我是个实实在在的男友狗 这又是一个新词 男友狗 给我们普及一下 就是很以男朋友为中心那种的 看起来不像 男友狗 其实我得意的类型 仨说你接近吧 你得意的是女友熊 对 所以就是我想要找一个强势的 就是能够驾驭我的 但是我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有严重的拖延症 我怕咱俩在一块把你给气臭过去 超不过两天 你肯定能把我增死 哎呀 人小伙子是越急 姑娘们是越磨叽 对对 我好 欣怡 你好 小伙 你说你不喜欢磨叽的女孩 你磨叽指的是啥呢 在我这块的定义 就是我就是接受不了 就假如说我朋友晚上定八点吃饭 然后我也会告诉你了 我说那个今天晚上我朋友八点吃饭 但是马上要到八点的时候 你还是在那化妆 或者是还没来得及化妆 或者是还没化妆的 那我真接受不了 你如果提前跟我说八点吃饭 我可能七点就准备了 但是我到八点时候还没准备完 然后就迟到了 那你还是对我的朋友 或者是对我没有那么太重视吧 我只能这么说 小伙子整场的表现 你自己给自己打个分吧 觉得怎么样 八十吧 八十分吧 八十分 对 八十分 哪不满意啊 就是自己上台紧张了 因为我都多少年 我都没上台了 今天一看的时候 这些女儿被我蒙了 确实蒙了 现在我们大家能看到 现在已经开始 传媒公司已经做一个经理了 对 现在做一个经理 然后未来也会在 两三个月以后吧 就是会是我自己的公司 你看 做得越来越好了 退出了那个江湖 终于恭喜你回到了人间 谢谢王刚 今天你出现在这儿啊 我告诉你 节目一播出 最高兴的是你爸你妈 对 这是真懂事了 是 来吧 要玩命 我们也在一条康庄大道上玩命 绝不在那些小赢小利上 去玩自己的命 对 对 对 以后不会再干以前的一个 对 对 加油 包简阳 谢谢大家